挺孤独的一个小孩 残过的时候去想家呀 然后自己一个人身份没有什么朋友 但就是因为我慢慢去习惯 这种一个人独处的生活 所以才走到今天吧 我觉得小飞其实是一个 会让人心疼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不是一个北京的孩子 他是一个外地的孩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被这个角色所吸引 去演他的话 我会觉得很有感触吧 很想觉得他演好 我有一个名字叫鸡汤凡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些 这种心灵鸡汤啊 这种自我辅导的书 然后喜欢这些大道理 就会跟我朋友去分享 然后希望给他一些帮助 其实一开始是挺紧张的 冯岛其实就是像我的老师一样 当时在片场飞行冯岛 然后就发现其实真的 特别的就是平静的人 会来跟我教我 应该怎样去拍 怎么样去做 没有说像一个一个自己跟我说啊 其实就是那种特别小的一些 一些鼓励吧 就对我帮助很大 我不是一个最好的偶像 我不是一个最好的偶像 首先我不管是做音乐也好 还是演戏也好 我都想要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 然后对音乐这一块 比如说就是我全部都会自己去创作 所以我更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搞艺术的人 而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那种明星嘛 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就必须要去 敢于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如果说我一直去演一些跟我自己很像的 或者说是一些类型很相似的片子的话 我自己也会没有灵感 对于观众的诚意也会不够 希望自己就是能够沉淀下来 头发这些造型也好怎么也好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只是我为了向我这个目标去迈进做的努力而已